大人 饶命啊 苏师 本官用不着你来教导做事 本官早就告诉过你 你且管好自己分内之事 不要干涉本官职责所在 你自作聪明 就是不听 那老夫问你 王喜一案罪大恶极 你身为黄州通判 为何百般推脱 迟迟不拿不问 你这不是独职是什么 说你自作聪明 你还自以为是 好 本官就审给你看 王喜 大人 大人 小的在 前日为何要丢弃你家女婴 大人 小的家中穷困 眼看养不活他 没办法 只好如此 王喜 你可曾如这位大人所言 此前还丢弃过家中另一女婴 是 大人 那年饥荒闹得凶 小的也是没有办法 本官再问你 你家邻居 是否和你一样 在这以前 也曾经丢弃过自家女婴 有过 有过 大人 他们只会比小的扔得多 不会少 王喜 本官再问你 在这黄州村野之中 还有谁家扔过自家女婴 大人 只怕各村中 家家户户都扔过 黄州人 世代都如此 大人 这位大人 怕是新来的 昨天抓了小的 说小的这样做 是犯了重罪 小的也觉得奇怪 此时在黄州地界上 是十分平常之事 从没听说 有人因此判罪 小的想说给这位大人听 这位大人不听 反将小的关进 他家柴房之内 一夜的蚊虫叮咬 实在是受苦啊 苏师 你可听明白了 这丢弃女婴之事 乃黄州的乡间风俗 自古延续 从没变过 今日 我若将这王喜 投入牢中 则黄州的家家户户 都成了罪人 若将他们全部投入牢中 则黄州十个百个的监牢 都装不下 你不是自作聪明 又是什么 原来你早知道 黄州有此恶习 才对王喜放任不管 王喜 你没事了 回家吧 谢大人 谢大人 这 武通派 你居官守职 管好自己分内之事 自然不做 但为圣上宣人不得 杨善一恶是为官的大义所在 你早知 黄州有如此伤天害你的恶俗 竟安之若素 听之认之 你几十年的圣贤书 读到哪里去了 你这个已诬蔑君父 而臭名远扬的罪官 如今口口声声 都教训起我来了 还是先教训你自己吧 如今 你已犯下私设公堂之罪 看你如何向朝廷交代 大不了再治我的罪 再贬我 我不怕 你这婚官纵容恶俗 倍得离道 实在是罪莫大焉 大胆收拾 你倒是有道有德 他可你自己 双鬓斑白 老太尽险 却只能委身于此 做一个形同软件的贬官 你 武通派 你方才说的话 证明你还不了解我 从今日起 我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一天比一天 更了解我 苏氏 你好猖狂 大人 这苏氏身为罪官 却如此猖狂 大人绝不可饶他 我这就给王规大人写信 参谈个私设公堂之罪 赵云啊 见到先生了吗 怎么又不见人影了 先生听说太守回府 就着急出门了 这又出了什么事了 这么着急 我听人说 他在外面又去管闲事了 还跟那个姓吴的通判 大吵了一架 梅儿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 我也不知道 这才刚安心了几日啊 又坐不住了 我本以为他这臭脾气改好了 谁知道 本性难移 夫人 先生行事自有分寸 夫人不必担心 不担心才怪 连饭都不吃一口就往外跑 吃饭吧 徐探手 此种恶俗一定要割除 佛言杀生之罪 以杀胎卵为重 牲畜如此 更何况是人呢 俗话说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父母杀子天理何在 哎 苏公啊 我也知道 黄州有这种恶俗 这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短日内要见成效 只怕很难啊 正因为如此 就该立即以法律 来告知那些乡民 向他们宣讲善恶 以约束他们的行为 若遇再犯者 当以刑罚处置 如此一来 恶习革除 只日可待 你若迟疑不动手 他将永远是 一成不变的封锁 苏公 你所言极是 容我上奏 再做定夺 我担心的是 听说你与那梧通判 公然对抗 他说你犯下了 私设公堂之罪 苏公 你可知道 那梧通判是谁的学生吗 谁 王规 原来如此 我说这梧通判 见到我 怎么如灵大敌一般 所以苏公啊 你私审王喜一事 实在欠妥 恐怕受人以禀 这梧通判 仗着是王规的学生亲信 连我都拿他 无可奈何呀 此等小人 我见得多了 来者不拒 苏公啊 今时不同以往 你不是一般的罪官 瘦大招风 一旦欣天罪名 朝廷岂可轻易放过 这事实在是不好办呢 这个到时候再说 我们先说 隔出恶俗之事 八百里夹击 不用猜 我就知道有事 才老实了几天 就又献回原刑了 这个苏师 总是不让老夫省心 相公 他连签署公文的权利都没有 却胆敢私设公堂 审问人犯 其罪可不小啊 到了黄州 那个破地方 竟然闲不住 上回我听说 他学会了种地 很是高兴 难道这也没有 磨平他的脾气 这些年 我总算知道了一件事啊 但知道了什么 朝廷修订律例 其用处就是让苏氏 违反的 他实在是乐此不疲 你说落魄到那个样子 他还是我行我素 相公 圣上近日龙体欠安 且精神恍恶 我听宫里人说 圣上近日常念及苏氏 颇有免他罪名 要他回朝之意 谁说的 消息确切吗 确切无疑 这可不好 迟针啊 你该明白 他不该回来 圣上龙体欠安 我也老病无用 他若此时回来 变数就不可测了 明白 相公 下官明白 陛下 陛下 臣前来 前来 领旨 二位倾家 朕找你们来 是有一事 向上 朕有意 提拔一个人 陛下 臣有本奏 黄中团练 副使苏氏 在贬放期间 竟私设红堂 审理人犯 公然藐视朝廷律法 让严惩不带 以警效尤 拿给朕看 这个苏氏 朕本想告知二位倾家 朕与令苏氏修史 不想他又生出这种事端 陛下 五台诗案 未及岁日 国人上下 无人不晓 若马上重用罪臣 天下人必以为错 不在苏氏 而在陛下 对陛下的圣语 恐有不利 陛下 苏氏已戴罪之身 滋涉公堂 罪上加罪 足见其不念圣恩 毫无悔意 陛下 此等罪臣 何堪重用 就一二位倾家吧 谨遵圣命 陛下 罪臣苏氏 该如何成日 传朕的口谕 令他此后 别再越权甘正 要迟疑慎重 勿在清造 还有 罚奉一年 陛下 这太过轻微了吧 就这样吧 你们退下吧 是 又是罚疯一年 这日子没法过了 夫人 如今急也没有用 好在咱们自家有地 不愁无良 是 这幸亏还有那几亩地 实在过不下去了 就找陈造勋借用一点 勉强过吧 只是先生自从接了圣玉以后就郁郁不乐 饭也不好好吃 整天就知道下地耕种 长此以往 恐怕身体吃不消 是啊 气大伤身 他现在不比年轻时候了 也该静心养性了 那些闲事 就再也不要去管了 好心去管 两边都不买好 你说这又是何必呢 周云啊 我劝他没有用 你呀 跟他好好说说 他听你的 哪里夫人 先生心里知道 夫人是为他好 赵云 我在背后 给你发几句牢骚 可别让他听见 免得他心情又不好 夫人 赵云明白 把孩子给我 父亲 他没有买那孩子 走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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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住手 住手 你们干什么 你们什么人 你们干什么 你们如此变得人性 全民自材 这是本地封锁 什么良心不良心的 你们活买自家幼儿 良心何在 我们家穷让不起 若不这样 难道让我们家饿死 为了你们全家不饿死 这孩子就得死吗 你们既要活买他 这种情手不如的行为 你做得出来 不理他 买 买 住手 住手 混官 我方才见几个乡民 活买女婴 惨绝人寰 你却坐在这里 不闻不问 你这是重重违虐 我要上报朝廷 问罪于你 大胆苏氏 你刚刚被罚疯了一年 剩余言犹在耳 今日你用来咆哮公堂 跃权干政 该被治罪的是你 混官 满嘴为善之词 你只管当官 草剑人命 你为何不管 苏氏皮肤 本官告诉你 管不管那是本官的事 无权过问 混官 你给我下来 下来 你干什么 那你去看看 你活买女婴的地方 走 快 将他们拿下 你拿下 混官 放开我 放肆是负责 不如殴打朝廷命官 先将他二人投入牢中 等候压神 你无权压我 无权压我 混官 你放开我 早跟他说 不要管闲事 不要管闲事 如今惹了这么大的事 连麦儿都被关到牢里 这可如何是好 夫人 我以为先生做的是对的 赵云啊 你家先生若是真要管这事 他可以好好跟他通判说嘛 却在人家堂上四眼怒骂 人家岂有不恨他之理啊 先生这牛脾气啊 害了他多少次啊 他就是改不了 夫人 如今急也没有用 依我看 夫人何不去找徐太守说说情 让徐太守跟他梧桐盼说说 我想徐太守的话他不会不听的 也只有这样了 苏夫人啊 这梧桐盼得当朝首相王规庇护 一直交尽是处 目中无人 对苏公更是心怀敌意 本太守也拿他没办法 徐太守 这可如何是好啊 苏夫人 苏公一心割出黄州恶俗 能想常人不能想 敢做常人不敢做 实在令我这个太守汗言呢 但苏公不该与那梧桐盼直面冲突 让他以搅闹公堂之名 问罪囚禁 这事就难办了 徐太守 你能否跟那梧桐盼说说 他毕竟是你下属 子珍虽然对他不敬 可也是因为急功好意而起 他也该当体谅啊 是啊 苏公处境艰难 仍不忘仁爱之德 实在令人赶佩啊 本太守 尽能不帮他 夫人 你尽管放心 吴东盘 徐太守 下官有失远迎 不知有何愧干呢 吴东盘 本太守来此 是因为 鸡押苏事一事 他虽行为尸体 又咆哮公堂之嫌 但念他有心割出黄州恶俗 欺心怯善 若将其积压 被免罚之过重吧 吴东盘 你以为如何呀 徐太守 那日你是不在堂上 所以没看见 那苏氏猖狂无礼至极啊 他口口声声 骂我是婚官 还这样揪住我 把我拉到了堂下 若不是我多善及时 他还要出手殴打本官 你说说 这天底下还有这等狂元 是啊 吴东盘 苏氏确实失礼 但是 这岂止是失礼啊 圣上令他 迟疑慎重 勿在清造 可他非但不听 反倒比以前 还要肆无忌惮 徐太守 苏氏违抗圣命 藐视公堂 殴打朝廷命官 赎罪并罚 礼当计押 吴东盘 你未免 言之过重了 徐太守啊 你与苏氏 确实颇为相熟 但不可费功寻思 此事 我已如实禀报首相 王规大人 王相公 自会一律神楚 在他老人家 公文未到之前 苏氏都应该 在这牢中 积压 你 你越急上报 到底你是太守 还是我是太守 徐太守 话不能这么说吧 我乃在官言官 尽忠分内之事 这与是不是太守 有何干系啊 哼 你会上报 我就不会向皇上 写奏章吗 哼 迈儿 为父想起了多年来 幻海漂泊的情景 第一次进京赶考的时候 还有凤翔 舞台诗爱 本以为到黄州来 老于事故 该与死事绝缘了 没想到重蹈覆辙 这次还连累了你 父亲不必担忧 在这里面 倒比外面清静 迈儿 你这是在宽慰为父 为父更觉得亏欠于你啊 迈儿 为父有词一首 你且听来 尚却是 缺月 挂书童 漏断 人出镜 时见忧人 独往来 飘渺 孤红影 父亲 下去呢 惊喜 却回头 有恨 无人 休 简禁 寒之 不肯 欺 寂寞 杀 周冷 父亲 父亲的这首词 如此的 孤寂悲凉 应该是你现在的心境写照吧 我明日就去奏鸣圣上 这一次 苏氏可就不止 罚疯那么简单了 我必定让他 获罪再偏 老夫早就知道此事不会完结 以老夫多年对苏氏的了解 他绝不会一个回合就退下 他自己遇事逆来可以顺受 但遇到别人的事 拉不下面子 逆来就不能顺受 仍旧是读书人的脾气啊 这可就不管他了 反正他罪责难逃 圣上若不一律至罪于他 则将失信于朝野 持正啊 通权答辩之术 你还稚嫩了点 所谓一张一池 文武之道 凡事皆用强 不见得都有效 还请相公指点 有些人 你越压他 他越强 你回避他 不理睬他 让他扑个空 他就不知如何是好 不战自退 老夫听说 徐军游也要给圣上写奏章 如果圣上知道 苏氏私舍公堂是为了救助婴儿而起 十有八九会原谅他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 让圣上听不到苏氏的人名 他听不到久而久之 也就想不起来他了 明白吗 还是大人英明 人者爱人 有理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 子湛 夫人 你们来了 有东坡肉吃吗 买儿我们吃肉 你呀 还有心思说笑 来来来 子湛 我昨日去找了徐太守 他从那梧通畔 还大吵了一架 那梧通畔啊 守着律力 仍不肯放人呢 不放就不放 我在这儿还乐得清静 只是家中的田地 少了我和麦儿 一旦荒废 往后我们一家吃什么呀 子湛 你放心 戴儿和过儿都懂事了许多 一读八书 就来田津劳作 加上我和昭云 这农耕耽误不了 连夫人都会下田耕种了 看来我坐这个牢啊 也不是满盘皆输嘛 你呀 又耍贫罪 来来来 胡同盼 徐太守啊 本官有重要公文需要签署 苏氏一案 今日就暂且不易了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首相王贵大人发来的公读 令本太守即刻释放俗氏 对其言语劝谐 不惜悔过就可以了 本太守这就去牢中放人 这 我们回来了 公公 子湛 山公 夫姐 你可回来了 先生 父姐 快应 赶快去弄点吃的 好 张云 我去打点水来 瞧你这棚头够面的 来 快 今天读书了还是种地了 我们今天用了 读书了 那读书好 还是种地好啊 都不好 父亲回来最好 对 多谢太守 大救之恩 我先干为敬 苏公 万物多礼 都是本官无能 以致你经此牢狱之祸 连日来深感愧疚 哪里担得起的多谢儿子 太守 姿势与你无关 都是那婚官无通判陷害所致 此人居心险恶 手段下流 太守还需多加防范呢 因为此事 我已同他水火不容 这样也好 他是王规 蔡雀等人的肩膨之党 本来就不相为谋 但奇怪的是 这次竟是王规受以释放你 而且也没有惊动圣上 王规老奸句话 必是他欲擒鼓纵之举 有礼 有礼啊 苏公提醒的是 他说 我在牢中这些时 黄州乡间杀害女婴的恶俗 可有改变 唉 连日来 我差衙衣们去村中 劝戒小事 禁止弃营 但收效甚微 这些乡亲们说 反正不扔也养不活 故而照扔不悟啊 眼见这恶俗横行 我却无能为力 唉 不得签署公文 不得擅自离境 不得越权甘政 我都无所谓 无官义身轻码 可眼见恶行于事 却让我做个袖手旁观之人 等于夺我心智 斩我手足 使我痛不欲生 祖公 你不要为此伤怀吗 这官场 眼不见心为敬 有一件事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将那徐习 必做兆阔 也有在耳啊 昨日 我接到朝廷赤文 说是永乐兵败 永乐城已经陷落 士族一万两千三百余人 全部阵亡 朝廷要各州 征兵征粮 我征愁 不亦应对啊 祖公 你怎么了 前方兵败 国耻当头 我却有技难深 外不能抵御强敌 内 就连黄州 银孩的性命都无力相救 我真是百无一用 百无一用 祖公 来 каз fora 千万 动官 ается 可爱 没有 老 make 您 把 得 但是 都是 存实的 夜影东坡 幸负罪 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影 仪仗听江声 长恨此生非我有 何时望却盈盈 夜蓝风静 红文平 小舟 从此事 江海 寄余生 小舟 从此事 江海 寄余生 赵云啊 看见先生了吗 夫人怎么问起我来了 先生不在卧房吗 不在呀 昨日受邀 继续在手府上饮酒 我等到半夜 也不见他回来 不想我就睡着了 早上起来 仍不见他人影 那先生能去哪呢 快去把麦儿叫起来 让他去徐太守那找找 是 夫人 母亲 母亲 麦儿 你父亲在徐太守府上吗 徐太守家的管家说 父亲半夜就回来了 那他去哪了 快去找 快去找找 好 夫人 先生写的字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不好 先生要走 找 快找 快找 好 快 谁啊 我 老兄 开开门 二位 你们怎么来了 先生来过此地吗 没有啊 怎么了 不好了 老兄 自沾昨夜在太守府上饮酒 深夜独自回家 结果一宵未归不见踪影 只在地下留了一首诗 哎呀 不好 莫不是学了短剑 不会吧 孩子 别着急 走 我们四处找找 先生 子斩 先生 先生 子斩 父亲 父亲 子斩兄 子斩兄 大人 何事惊慌啊 不好了 大人 听人说 昨晚苏波在咱府上喝完酒归家 便嫁夜小舟跑了 还有人说是看着他挂关走的 也有人说他成仙升天了 啊 哦 对了老爷 管家说 金城苏家的人就来问过 说苏居士昨晚一夜未归 昨晚早的时候还好好的 就是有些醉酒啊 大人 诸师醉人可不得了啊 朝廷会怪罪你的 这醉又怎么样 别的醉人 是一百夜五身要紧 可是东坡先生 这有一个啊 老天爷啊 这这可如何是好啊 老爷 快让牙医去找吧 对对对 去衙门 走 大人 苏氏昨夜失踪不见 徐太守正派众牙医 在城外四处寻找 失踪不见 是啊大人 有人说他跑了 也有人说他死了 此事需尽快上报 首相大人 是大人 小的这就去 先生 子湛 子湛 父亲 父亲 子湛兄 父亲 父亲 孩子 找到没有 没有 这是父亲的血 子湛兄 父亲 子湛兄 父亲 子湛兄 麦尔 怎么了 麦尔 母亲 这是父亲的血 子湛 子湛 母亲 子湛 母亲 子湛 母亲 子湛 子湛 岳父 何事啊 听说大先生心事了 什么 还分不清真假 反正路途不远 小区 这就到黄州去看看 不 不 你快去收拾东西 我去 我去 什么 宿市去世了 刚刚黄州太守派人急报的 如何去世的 据说 据说是头江自尽的 头江 他有什么不能说的委屈啊 哎 俗世人才难得 朕却从未好好用它 一定是这个缘由啊 如今生死隔绝 这 毁之晚矣啊 哎 武太师案 是真过分了 过分了 相公 相公 听说苏氏在黄州 投江而死 相公 恭喜你 从此 少了一个心腹大患啊 哎 相公 怎么了 苏氏啊 苏氏 你来天宗之才 可从未为老夫所用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老夫的学生 是老夫对你爱护不够 以至于你侮辱迷途 老夫心智肚明 却不失以援手 这都怪老夫自私啊 相公 亲爱啊 痴症啊 他一定是 欲欲不得 至沉济 胸中 疯恨难平 这才走上了自觉的路啊 如此应言早逝 是天度应财啊 自斩的老夫 挂见你啊 啊 啊 还真诚 啊 那 还 还真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孤雷西边,人道时,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烈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无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恭敬当年,小桥出嫁。 雄姿应发,雨膳观金,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音效,早生花房。 人生如梦,一尊还泪将月。 嫂子,叔叔你来了,麦儿。 嫂子,哥哥还没找到吗? 还没有。 嫂子,不要着急。 我们还得找,还得找。 麦儿,我们一同去找。 好,好。 找到了吗? 自由。 先生。 。 我给你比 dang hat。 你 Team 太好了, jakiś Hmm? 奶儿,你这是干什么呢? 所有人都 out! 你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吗 你啊 我 我怎么了 子珍 子珍 你可回来了 吓死我了 你哭什么呀 看到我不开心吗 你们都哭什么呀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还不是因为你啊 我们一家人找了你那么多天 你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们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是威夫让你们担心了 哥哥 我们先回家吧 好